歸邪談政治 歡迎收聽子餘生活234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子餘生活234 我是主持人丹朱如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 正式開始之前 因為昨天花蓮發生大地震的事情 我們想要利用這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再一次的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做一個呼籲 什麼呼籲呢 就是第一個 特別是在網路上 請目前來講 已經不需要再發布任何募集物資的消息了 為什麼 因為按照目前整個中央政府所公布的資訊來看 當地的物資 目前是相對充足的狀況 而且由於花蓮的境內 一些主要的連外道路 可能還是處於一個比較脆弱的狀態 甚至是需要這個搶修的狀態 一口氣有太多的物資從全台灣各地往花蓮集中的話 會跟救難的隊伍的動線產生衝突 而且過多的物資會堵塞整個救難現場中心物資的調配跟分派 到最後反而可能會造成物資的浪費 所以我們在節目的一開始再次的呼籲我們的聽眾朋友 特別是網路上 第一個 引經暫時不需要再發布募集物資的消息 第二個 也暫時不需要再去提供物資到現場 因為現場除了我們的中央政府 我們的國軍 地方政府這些救難的人員之外呢 當然 也還有像慈濟這樣一個比較高度專業的慈善團體在現場做一個待命跟一個協助 那我們這些其他的我們台灣的同胞 我們其實就以一個為他們祈禱的心情去觀察這個事情的發展 也千萬不要就是一種臭熱鬧的心情跑到現場去看 把空間還有把時間都讓出來 給真的需要進去去救難救災的這些朋友 跟我們這些國軍人員去讓他們進行救災 這才是能夠減少傷亡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再次的呼籲物資或者是人員 如果不是必要的話都暫時不要到花蓮去 我們就是讓這個做事的人在裡面真正的做事 才可以盡快的減少這些傷亡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就是比較特別的是邀請到了一位來賓 那這位來賓他特別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並不是這個台灣人 可是他的中文他的台語比很多台灣人都還要好 那這位來賓的名字叫做呂越雄 他是越南人 那因為在越南念中文的時候 因緣際會認識了陳大的蔣維文老師 所以後來呢就那個到台灣來念陳大 在陳大的目前是越南語中心這邊服務 擔任這個越南語的老師 那作為一個這個越南人到台灣 那他後來也這個跟這個我們台灣的這個女性 就是共結聯理 那目前正在推動台灣跟越南文化 還有一些就是說台越交流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這個呂越雄先生來跟我們分享 從他的觀點來看台灣跟越南在這個兩個國家互動之上的一些 一些有趣的現象 那只是原本我們是希望能夠用現場的方式來做訪問 只是因為剛剛他的會議開的比較晚 那在行程上來不及趕到我們的電台 所以我們今天是用電話的方式來做一個呃連線啦 所以如果聽眾朋友您是用臉書在這個收看這一段節目的話 可能要先跟你說聲抱歉 因為只會看到我一個人在那個鏡頭前面講話這樣子 好的那我們一開始就先請這個我們的那個越雄來跟我們聽眾朋友打聲招呼 嗨 大家好 謝謝子儀就邀請我來節目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要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因為是那個因為會議的那個就是延後 那也是那個路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沒辦法到達現場 那也是非常的開心可以跟大家在線上 還是可以就是分享我的那個人生的這一段的精彩的一段 謝謝 那其實從剛剛這個越雄的這個回答裡面 我們可以聽得出來 他的那個中文基本上已經幾乎快聽不出來有腔調 等於說是非常的很台灣這樣子 所以也看得出來就是越雄其實還蠻有語言天分的 那我們首先想要跟越雄來請教就是說 因為目前你是在推廣這個台灣跟越南的文化交流嘛 那當然中間也就是包括了這個母語的這個部分 就是不管是在台灣推動這個 新住民二代的這個越南語的母語 又或者是說去推動台語 就對台灣人來說自己的母語這一塊 那不曉得就是以你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們台灣的母語的現在的一個狀況是 什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當然是今天我是以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來講 這些有可能是不是不是可能是對很多 在台灣這邊的母語的專家來說是還不到位啦 只是說我我希望是我也可以提供一個外國人 對台灣這邊的一些問題可以提出一個意見 比如說我個人覺得現在台灣就是不管是在文化還是在母語這個部分好了 就是很缺乏一個就是主體性 就是台灣當作一個主體性的話 我覺得還沒有被大家的就是公認啦 所以這個目標還沒有被推出來了之前呢 所以大家雖然是非常的努力 可是努力的這個方向呢就是沒有被被集合在一起 會有一點浪費資源 那你提到就是台灣的主體性 那這個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這個 就是比較抽象了一點 不曉得能不能再跟我們的聽眾朋友 比如說現在我們講大家都很愛自己的族群嘛對不對 可是在台灣這邊 你你你愛這個族群跟愛這個語言啊 就是可能是沒有被被連結在一起 我很我很喜歡台灣 那可是我我在這邊的話 那我有機會的話 我就是盡量多學台灣的語言 我我多認識台灣的的那個 就是當作台灣的本本色的一個價值 譬如說台語客家化原住民化 這個才是我我關心的部分 那如果是我想學中文 那我可以去中國那邊 就是就是台灣的東西 一定是要被人殺出來之後 大家集合就是 都了解台灣有一個本色在那邊 那我們的那個精神啊 我們的那個創作啊 我們的所有的發揮創作的發揮 都是在台語的 或者是在那個台灣本土的東西上面的話 我覺得會站那個那個會站得住腳 才有辦法就把台灣的那個就是台灣之光可以推廣 讓更多人知道國際的朋友 或者是那個在國內的居民他們也應該了解 那岳熊你剛剛的這個解釋 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解讀啦 就是說所謂的台灣主體性的一個語言 大概就是說我們要平等的去尊重 目前在我們台灣國內各個不同的族群 他們所使用的母語 那因為新住民的朋友他們來的時間相對比較短 那我們可能可以另外的來做個討論 那就是說相對於來的比較早的這些族群 例如說那個像那個 荷勒維的或者是說客家化的 甚至說是更早的原住民的朋友 那其實他們都有自己不同的這個所謂的母語 那只是這個母語在後來就是說 整個這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嘛 那國民黨來了就變成說 因為為了要推廣他們的北京化的所謂國語政策 所以把一個就是以北京化為主的這種普通話 強加在這些已經使用了很久的語言的上面 變成一個霸權 那變成就是說壓制了我們原本有的台灣 這語言的一個多元性跟多樣性 所以說以現在我們的情況來講 就是說要把這些語言的那個他的身份 跟他的地位拉回到一個平等的階段 這就是可以突現出台灣的主體性 是這樣子嗎 對所以大家應該是有注意有關心一些新聞 應該也知道我們前一陣子 是不是要討論一個國家語言法 那其實這個國家語言法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不平等的地位跟價值 就是拉回原點 那我剛剛那個子儀也說了嘛 所有的事情被扭曲是因為在世界大戰之後 是因為政治的手段 所以台灣的就是原本在這邊的那個語言的那個 權力跟地位跟價值都會被扭曲嘛 都會被貶低當地的語言啊 那所以我們在如果是把這個問題回到原點的話 那是不是當初那個不該來的語言 是不是可以把它一個不該存在的位置上 那我講我把它講直一點 那有可能是很多聽眾朋友 那可能還還可以討論的空間 譬如說現在我們大家都明明知道說 北京話是中國人在帶來台灣的 對不對 那他用政治的手段來強迫台灣人使用的 那現在我們也我們在政權 我們也可以就是考慮看看說 好那現在是合法化 把那個國家語言的定位就是定好 譬如說不能讓華語變成國家的語言 是 台語客家化原住民那是可以 就是變成台灣台灣國家的語言 那這樣子的話 他才有辦法給他原本的公平跟價值嘛 那現在我們講的就是說好 那你不能這樣講啊 因為還有很多人講華語啊 可是不是嘛 他是非法來台灣 那我們也要讓他回到原點嘛 我們要討論的話 那也是要公平的來分配啊 我說過分配的是什麼 資源啊 教學的資源啊 所有的教材 或所有的教學的語言 現在都是華語耶 是 那現在看不到台灣的東西啦 那個台語啊 客家化啊 原住民在哪裡了 當然是現在是政府是給 一個機會是給說 每個學校可以在一個禮拜 在一兩集的教那個其他語言 包括新住民語啊 這個是另外我們可以另外談 只是說你覺得一個禮拜一節夠嗎 跟相對來說 我們現在來比一比 甚至那個英文的那個教學的那個 那個時間還比其他語言還多 那這個是不合理嘛 是 對 所以我強調的是那個在語言上面的本土 或者是台灣的主體性就是在這一點 是 對 因為那個剛剛月熊你提到就是說 在那個 目前像小學或者是幼稚園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 奔土語言的這個時段 那因為就是我剛好我的小朋友 他也是正在要去學校的這個年紀啦 那我也有注意到就是在班上 就是他的同學也有是這個新住民的小朋友 那他跟他媽媽基本上來講 也就是說會交雜的使用他們 就是自己媽媽的語言跟 在台灣這邊去跟其他小朋友溝通的語言 那當然多半都還是以華語為主 那我也覺得就是說 其實像目前來講 這種本土語言 一個禮拜一堂 在這個推廣上其實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畢竟我們都知道 語言是需要天天說 常常說你才能夠 感覺到那個那種氛圍那種環境 那如果你只是把它局限在一個課堂上 雖然說不能說他不好 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個國家有在重視的這個證明嘛 只是會覺得比較可惜啦 可能會不會就比較 還有一些更多推廣的空間 所以就是不曉得月熊 你覺得就是說 那平常可能除了學校這一塊 我們還可以持續努力之外 那平常的時候 那作為一個可能比較關心 我們母語發展的這些 不管是家長也好 或者是朋友也好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去推動的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小孩子 在親子的互動過程中 也能夠多了解一些這個母語的部分 這樣喔 我是說一個簡單啦 就是說 你若是要給孩子說一個議員 就是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等了 你就是從今天起開口 就跟他講台語 可以客家話跟原住民話 你不可能等他到 就是啊 等到兩歲三歲 或者那個去念國小 他可以跟老師學 不可能的 我小孩是生出來的 包他在那個手上 就開始唱越南歌 跟他講越南話 我也是那個 我家也是非常支持 然後我太太也是一開始就講客家話跟台語 讓他讓他聽得懂 所以他是完全是沒有一個階段是沒有接觸到一個母語的這個部分 是 我們都有一個錯的觀念 就是說 因為我最近也是剛去看那個牙醫 而且是很有名的一個牙醫 裡面的醫生跟護士小姐還以為我是外國人 因為我都講台語 就是說 欸 你是在外國的 我說不是 我是外男人 因為我感覺說在台灣這裡講台語才是正常 但是他們就感覺還好 所以他們就說 欸 我也有跟我小孩講台語 但是他們聽不懂 問題是你什麼時候開始跟你的小孩講台語 那是百分之百的時間都講台語 還是你說兩句 一聽不懂你就完全轉成中文了 這是兩歲數嘛 所以我想說 我的小孩有什麼學生 我們小孩現在會四歲了 他學法就是客家化還有台語和男語都會通 喔 這麼厲害 中文現在在學校也是有一個 含同學講話 所以現在也會這樣 為什麼我們小孩可以 你們小孩就不行了 所以我感覺說大家都有一個 就是要矯正的一個觀念是說 要等我的小孩到幾歲才能開始跟他講台語 或者是以後他自然會聽得懂 或以後他會怎麼樣 那這個叫你小孩的是你的責任 還是外面社會在那邊的責任 是是是 所以在這裡 我是呼籲大家是說 不要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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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覺得其實不只是很有道理 而且其實在其他的語言的教學方面 也都是有一個根據 怎麼說 因為那個其實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很多的家長都會希望 可以讓小孩子 就是從小去學英文 那有的英文教材 為了證明說 他們是有一個學術的科學根據 就會拿出一些學術的研究報告 去說那個 其實對小孩子來說 你不管跟他講什麼語言 他都有那個能力去吸收去學習 雖然說是為了要推廣 就是英語可以從小去教的這個 從小去學的這個概念 可是如果我們把英語拿掉 換成 不管是原住民語 客家話 台語 或者是說這個越南語 跟印尼語 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對小孩子來說 他才不會管你哪個語言 是優勢語言 可以讓他以後賺大錢 在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他就只知道那是一種語言 然後他可以透過自己平常的講話 然後去對話 去學習到這個語言嘛 對 那我這邊有個問題想要問一下月熊 就是 因為畢竟在台灣過去想要去把這個本土的語言 不管是客家話台語 或者是說原住民語也好 要想要讓他們恢復原本有一個平等的地位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人 他們就認為說這個是所謂的什麼 閩南霸權 沙文霸權 這種很奇怪的論調 那 只是 我想到其實在越南的歷史上 跟中國也是有一個非常千世萬語的關係 雖然說越南現在有這個越南語的這個自己的語言 那不曉得是不是也有經歷過這種被華語這種優勢的語言 就是透過他們國家的力量去這個影響 甚至說可以去這個侵略的這個階段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過嗎 從來沒有 是是是是 我跟你講 越南也有華僑 我們叫做華僑 是因為他祖先從中國過來越南的 他們的那個人數也 雖然也不少 嗯 他們也有保留下來他們的語言 那現在我們叫做那個廣東話跟潮州話 嗯 那可是從來沒有華人從來沒有是越南 就是從來沒有是站在一個重要的位置 是是是 也是被列為少數民族 嗯 少數的 所以他們的語言也算是少數 雖然他們的社區他們的華人之間他們沒有可以溝通 可是完全是被列為是少數的語言 嗯 所以你覺得 那根本沒有機會可以爬上至現在是主流的語言 是 所以這個過程的差異 那 那那個在在台灣呢 剛剛那個子余你有提到一個就是統計的那些 英文統計的那些啊 我覺得現在是我們也要用科學的方式來來來來來比較嘛 嗯 台灣現在的那個啊 啊 客家話也好啊 台語也好 原住民也好 都有一個 是什麼 那個全民台語 比如說全民台語認證呢 嗯 或者是那個客語的那個 語言認證呢 是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科學的 嗯 我們只要去檢查看看說 哦 統計那些東西就可以知道說 哪裏可以學好的那個台語跟客家話 是 對 那 至於是那個 我這個個人的觀點呢 我是可以建議好 大家可以透過羅馬字的方式去學最快 哦 羅馬字的方式 我也是那個 我也是外國人啊 嗯 我對 漢字 之前我也不會學啊 但是我讀中文之後 我就會學中文嘛 是 我讀台文書之後 我也會講台語嘛 嗯 我也透過那個漢 那個 透過那個 羅馬字去學 台語 我覺得非常有效率啊 嗯 而且因為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看那個 羅馬字都很 都很方便 所以我們 那個很快就可以學會台語了 是 現在講台語也很 很練習的啊 雖然是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道理啦 不過也是現在都會學好講啊 嗯 所以我跟我說 台灣人已經學好講台語了 如果你要學學生日 我說 絕對是 三點鐘一定會學學生的 哦 因為越久你剛剛提到就是羅馬字 其實會讓我想起來啦 那個早期齁齁齁齁 那些西方國家的傳教士到台灣 對 那為了要傳教 然後他們也是用羅馬字去那個 去跟原住民呃 那些前方去溝通 所以有一個 《新港文書》嘛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嗯 所以這代表就是 透過一個拼音的系統 我們其實是可以去 很快的去學習一些文字這樣子 對 而且 而且現在大家都會講嘛 嗯 就是至少是我們的那個 中年人以上的 台語都很練習的啊 是 就是一個那個觀念改一下 那個文字改一下 他們馬上就可以看得懂了 了解 那我們這邊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這個請月熊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我們進個廣告回來之後 再繼續來討論 就是越南跟台灣之間的一些文化的部分 好 那我們聽眾朋友 您現在收聽的是 子余生活234 國際競爭的年代 認識多元文化 能提升各項合作優勢 美國在台協會 與快樂聯播網合作 Happy Taiwan節目 由AIT官員們 與主持人Angel 帶領大家一起認識 美國的觀光 人文 教育等各項資訊 歡迎每周日上午8點 鎖定收聽快樂聯播網 以後 永久而選 皇后娘娘 今天往上一番甄嬛的牌落 哎 往上好久沒來我請功了 聽說甄嬛每天補充膠原蛋白 所以能一直維持青春美貌哦 哦 膠原蛋白是人體重要的蛋白質 膠原生態分子量小 低熱量好吸收 安心無負擔 留住青春 永光煥發 真的很簡單 酵素水姐專利膠原生態 現正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 092 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紅紅紅的小番茄 紅紅的小番茄讓您好運亨通 甜甜的小番茄讓您好運連連 紅紅甜甜的玉女小番茄 產地直送 新鮮口感好 年節伴手禮 團聚大餐 就是要準備讓人喜愛的 玉女小番茄 甜蜜多汁 一口接一口給您幸福的好滋味 無法抗拒的伴手禮 玉女小番茄 就在0800-893-893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 子瑜生活234的節目現場 今天很高興可以為大家邀請到 成功大學外語中心的越南語老師 呂月熊先生他本身是越南人 然後到台灣這邊來做台灣跟越南文化交流的推廣 另外他也是成功大學的越南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剛剛討論的母語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有一個小故事跟聽眾朋友分享 主要是因為呂月熊他很積極的去關心我們台灣的公共事務 實際上來講他也曾經參與我們的總統大選 的一個協助 那當時候他是到了這個民進黨的婦女部去服務 那結果有一次他在這個黨中央跟蔡英文主席遇到的時候 那就有一些同事嘛跟那個主席去介紹這個越熊 那蔡英文聽到他在婦女部服務就整個眼睛瞪得超大的 因為那個很難想像就是有一位男性的同仁在婦女部服務 那之所以會安排在婦女部主要也是因為說在目前台灣的現況 來講有很多的這個新住民的朋友他們都是用這個 作為這個配偶的身份就是說嫁給了台灣的男性 然後到台灣這邊來定居來生活 所以在這個在組織的這個服務編制上面是由婦女部來做 主要的這個服務對象 那在這個段的節目中我們就要請問月熊 就是那以他一位這個越南人在台灣的這個身份 那那個去看待就是說不管是台灣對於目前我們新住民的朋友的一些 互動的觀感又或者是說台灣政府目前在推動的這個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建議啊或者是說覺得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建議可能是不太不太敢啦 只是說我現在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是以那個106年年度的那個新住民子女的 就學國中跟國小的人數的統計啊 就如果是全國在全國的話已經是有 國中的話已經有7萬多 然後是國小的話是10萬多 那加起來是已經18萬了 這些小朋友他們是就是不管是來自越南啊印尼 或者是中國那邊都是 都是啊等等還有很多那個東南亞的國家 但是這些的18萬人啊 他們在學校裡面是已經是一個不小的人數了 那啊我們是現在是政府 就想說那就給一個配套 就是教育那個新住民的語言在學校裡面的 那我覺得說現在最缺的是薪資 是跟那個師資 是 對那薪資的部分的話可能我不敢太多多講啦 但是說師資的部分呢 就是師資的這個部分就現在我們缺很多老師啦 懂那個新住民的語言的老師 那政府雖然是有提供一些很多培訓的課程啊 也是很積極啊 只是說因為我們啊用一個簡單的的想法來說啊 如果是你能上一個培訓的課程36小時 你有辦法去教書嗎 一般的台灣人可以嗎 怎麼可以對不對 可是現在是在各地的 因為是因為那個新住民的老師 師資的缺乏 所以還是一定要用這樣的方法 那我當然是不能批評說這個方法是好還是不好 效果一定是大家應該知道啦 只是說我們怎麼去去改善這個部分 那我期待是政府在做更多的那個 就是可能是邀請更多專家來就是坐下來討論 那你能提出就是更好的辦法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這個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一個方案 嗯了解 對那再來是教材的部分啊 就是編制教材這個部分也是就是完全沒辦法統一 我覺得也會很浪費那個國家的資源 您提到就是教材目前都還沒有辦法統一 是說比較有各式各樣自己編的嗎 是是當然是有那個有一個新北市 他們有提出一個教材 嗯那也有一個教育部也有提出 可是一我知道因為是這個教材呢 如果是能大家都滿意的話 可能還要再有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嗯對那我希望是可以得到更多專家的 關注跟那個討論 讓他可以就是把它一個統一化 是讓那個效果可以達到最最佳的程度 嗯就是在我們扎根的部分 目前還有這些可能是還需要我們政府 能夠多多努力的方向嘛 對那因為我的專長跟專業 只是在教育跟那個文化語言這些部分 嗯所以其他那個新南向的政策的其他方面 譬如說經濟啊 嗯那可能我沒辦法再提 我當然知道說政府也有推很多那個 就是讓台商啊或者東南亞的商人 他們可以來台灣這邊合作 嗯這個我可能可能是沒有辦法多談 是是是是 但是在文化上面呢 我希望是說 我又回歸到那個剛剛我們提到的是 台灣有要有一個主體性 那你去跟人家交談 你要跟人家交流 那你的文化的定位 在台灣這個部分要清楚啊 不然的話那我要跟一個 就是 我同時假設是在越南好了 跟中國那麼好 然後跟台灣他也想保留一個 就是友好的關係啊 嗯可是我跟跟中國那邊的那個 一個大國的文化已經夠龐大了 嗯那我現在幹嘛要跟一個 小中國的台灣 哈哈哈哈 繼續去去交流呢 嗯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有一種市場上的差異 台灣的主體性被推出來 是是是是 台灣有跟跟中國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他國家才看得見台灣啊 嗯嗯 所以這個這個我覺得是文化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再多多努力 嗯雖然是大家都知道說 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 可是在語言上文化上 那國際的朋友都認為說 是一樣的啊 嗯嗯 何況是現在大家都說 北京去啊 哈哈 所以這個 這個不要讓他否認 嗯嗯 所以我們只能突顯說 我們的紀元是不一樣 嗯 我們的文化歷史不一樣 這樣才有法度 和中國人那邊的苦北啊 是是是 對啊 嗯 因為月熊你剛剛提到有一個觀念 一個就是族群 住民的族群 南島族群嘛 在這個台灣的本土上已經在 深耕發展了 那後來在這個 整個明朝或者是說 清清國的時候 那很多的中國東南野海的移民 然後到了台灣來變成是 第一代的這個新住民 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 我們也會發現就是 以台灣現在的這些 我們的這個人民的組成的成分 以及我們所發展出來的一些 獨特的文化 已經都跟中國那邊 在整個一直保有這種 大一統帝王思想 這種發展上面 有一些很不同的這些結果了 那這個東西 可能也會跟語言 有一些互動的連帶性嘛 就是雖然我們也是 目前大家可能講北京話比較多 可是我們都會被聽得出來說 我們這現在的北京話 並不是中國在推的普通話 不管是用字潛詞 或者是腔調上面 那就是我們在未來 當然也可以繼續去 透過其他 就是把我們原本的本土語言 的一個地位的恢復 讓大家可以平等的發展 讓我們的語言的這個使用 可以更加的豐富 那去突顯出主體性嘛 那對不起 當然我了解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是大家所謂的國語 跟中國那邊的普通話的概念 是差不多將近對不對 但是雖然是有點不同嘛 對不對 可是說八分跟七十五 八十分跟七十五分是沒有差多少 當然因為全外國的眼光是差不多 對外國人來說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台灣人很喜歡 是說那個欺騙自己說 我們跟我們不一樣 可是其實對外國人來說是一樣的 說句實話 其實你剛剛提的點會讓我想到 像我們這個 台灣的朋友去旅遊嘛 特別是到歐洲旅遊 常常也會分布出來說 那個英國人跟法國人 到底差在哪裡 或者說法國人跟義大利人差在哪裡 除非你在那邊生活得很深入 或待了很久一段時間 你才可能分得出來說 長得比較帥的是義大利人 比較不帥的是法國人這樣子 所以我同意就是 我們在這個自己的文化的主體性的展現上 應該要更多元 然後更去凸顯出我們的獨特性 那其實我會想到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因為蔡英文政府的新南鄉政策 它有別於之前李登輝時代的南鄉政策 是更強調在文化上面的交流 所以未來可能台灣政府 為了因應我們的產業轉型 也會以及這個跟東南亞 東協國家的合作 會希望能夠提出 讓許多這個東協國家的一些青年的優秀人才 可以到台灣來就業 去激淡我們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是不是有可能這些未來的這些東協國家的這些青年的優秀人才 也可以就是來這個擔任就是關於語言的這個部分的一個 比較緊急的這個師資呢 當然是歡迎啊 我覺得是政府也要鼓勵這個方案 因為是政府啊 只要配套就是可以做做出一個完整的配套 我覺得是越南啊 印尼或者是那個新加坡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東南亞的國家的人才 非常喜歡台灣 也是非常願意來台灣這邊發展 因為是我 我以一個那個 國外的人的那個角色來說 我非常的喜歡台灣 台灣的那個人都很善良啊 醫療設備都很好 交通很方便 然後又渺小的一個小道很可愛 就是交通非常的便利 那我覺得是很多那個東南亞的國家的居民非常的喜歡台灣 絕對是非常的喜歡 只是說現在是那個譬如說政府如果是開放這些 那會不會是擠壓到就是在本地這邊的工作的機會 那這個是我們該討論 當然是我希望如果是像白領啊 就是高知識分子的人來這邊工作的話 那他們對國家的貢獻一定是也是會很多 那也會豐富台灣這邊的一個 譬如說經濟文化的這些的教育的產業的 一定是有很大的貢獻啦 是 就像美國啊 他也吸收那麼多人才 全世界都想去美國那邊工作 對啊 那他一定會有大的貢獻 嗯 因為其實剛剛瑞雄 我們怎麼去去區分 或者是那給他一個完整的配套 就是不會被 就剛公佈一個政策出來 然後人家就是在走上街頭去抗議 然後就是會 會有點那個就是浪費大家的資源 嗯 因為其實瑞雄你提到這個要有配套 我覺得非常的贊同啦 因為這是政府在溝通上面必須要做到的一個義務 那我在這邊其實就是用個人的一些觀察 做一個補充 因為在之前因為台灣在整個產業的政策上面 他是比較主要是去介紹東南亞的一些比較是這個基層的勞動的一些工作的朋友過來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再加上台灣其實過去有一種很根深蒂固的這個所謂天朝喪國 把自己當成是這種中華帝國的這種概念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注意到有些台灣人 明明自己的國土就很小 還是很喜歡說什麼小日本小韓國 明明我們就比人家還要小還說這種話 那當然這是一種被這個影響的文化啦 那只是這樣的一個文化 再加上過去政府的這個產業的政策 就導致了其實對東南亞國家有很多的誤解 特別是說對於東南亞國家的人民 好像會覺得台灣人比較高人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而且是需要被批評的一個觀念啦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以大學的排名來講 那個泰國的朱拉農工大學 他人家排名就 我記得是不只是不輸給台大 我好像還比台大還前面 所以其實這代表說在東南亞國家裡面 他們特別是東協國家 他們的優秀人才 其實完全不會輸給我們台灣的優秀人才 只是我們需要用一個改變我們的心態 用一個比較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人家 人家的狀況來講 其實在未來台灣產業升級轉型 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AI的人工智慧 我們之前的節目有提過 就是未來像南台灣部分 台積電那個廠設好之後 至少有五千個工作 是核心的工作 是需要有這個具備這種高階知識的這些精英 來做一個擔任 那再加上其他的產業鏈 算一算破萬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以台灣目前的這個大學所培育出來的人才數量 是沒有辦法填補這樣一個缺口 所以說很勢必就需要 就是說跟東南亞國家的這些優秀人才做個合作 請他們帶進他們最先進的一些知識跟一些觀念 然後到我們台灣來 讓我們台灣可以激盪出更多的文化 對 我覺得這個方案是很可行 而且是現在只要政府開放名額 我相信是在東南亞這個國家的 就是這個區域的人才一定會很喜歡台灣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不能否認 因為大家對台灣的印象是一個很好 而且大家很友善的 而且是要強調一點 我們外國人在台灣這邊是感受的非常的深刻 是台灣人對我們外國人很好 當然是我們也不能就是一直提到一些少數的被歧視那些 我覺得是以我的都非常的順利 是因為可能是語言的很順吧 因為我講那麼多種語言 所以遇到誰都很可以跟他們直接溝通 那我是很順利 而且是得到很多溫暖的一些照顧 那我覺得是台灣是很好 了解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能先請月熊再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這邊先進個廣告 那廣告之後回來我們再來繼續討論這方面的議題 那各位聽眾朋友您現在收聽的是子魚生活234 哇好好吃喔 媽咪這是什麼魚 一大盤紅紅的好特別喔 對啊 這是去哪裡買的紅色喔 真的是好拆頭啦 肉質細細細細 又又沒有頭味 真的好吃 真讚 真讚 這是我特別買的先來後到海鴻釣 過年時啊 總是要見紅色有魚去的魚散啊 這樣吃起來早有氣氛 大家要吃快喔 孫子耶 這麼好吃的魚 你就要給它攝影起來 人家跟家說 帶給朋友去按讚一下 好喔 沒問題 歡迎你吃到最上午好拆討的好魚 讓你好運無比 幸福海鴻釣 就在在空白空空 百九三百九三 空白空空 百九三百九三 資訊爆炸時代 要怎樣才能懂門道 而不是旁門左道 交給子魚就對啦 太陽花世代 蔡英文言懶 黨政與國會歷戀 從聯合國到非洲內陸 都有子魚的經驗 子魚將用留學巴黎時的嘲諷風格 帶您輕鬆聊政治 談時事 快樂聯播網全新企劃 週一至週六 晚間六點到七點 歡迎收聽子魚生活二三世 最近天氣變化 讓我的臉好乾喔 我不想當乾奶奶 那就來當個睡美人啊 啊 如何讓肌膚越睡越美麗 推薦您 畢和薄超效保濕精量動膜 睡覺時把水分通通鎖在肌膚底層 第二天醒來 皮膚會變得更加水嫩 就快來當個睡美人吧 畢和薄超效保濕精量動膜 現正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零八零九 零九二八九八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 至於生活二三四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男主儒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 成大的外語中心 越南研究外語的老師 是那個呂月熊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台灣 還有越南在這個文化 還有語言交流上的一些經驗 那在我們的 繼續跟呂月熊老師 來做一個訪談之前 還是要利用這個階段 來跟各位聽眾朋友做一個呼籲 就是因為這個花蓮地震的關係 那我們目前還是希望各位聽眾朋友 那暫停地去散佈那個需要募集物資 或者是說去這個提供物資的這些訊息 跟一些行動 為什麼 因為現在花蓮現場的狀況是 物資已經相對的充裕了 那由於它的連外道路 還處於一個比較脆弱 需要搶修的狀態 那一口氣有太多的物資進去 是會堵塞住整個交通的路線 會妨礙救災的進行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要利用節目的時間 再一次跟聽眾朋友呼籲 就是不管是臉書上這個 捐贈物資的訊息 又或者說您是真的想要去提供物資 這些行動都可以暫緩 先不用 我們等中央政府 去發布最新的訊息 有需要的話 我們再來行動 這樣子比較不會延誤到 救災的這個進度還有效率 好的 那因為我們今天機會難得 就是可以邀請到這個正港的 聽港的這個越南的朋友 呂月熊老師 來跟我們做一個訪談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能夠利用這段節目的 一些時間 請呂老師 來跟我們介紹 或者是分享一些比較基礎的這些 越南的語言怎麼說 例如說像問候啊 你好啊 早安這些的 沒問題沒問題 那我跟大家說 其實越南話是很好學 真的 那只是發音上有點困難而已 大家不要放棄發 我們都在那個對初學者來說 都是鼓勵說 你就是忍耐一下 在那個學大概十堂課左右的那個發音 你的基礎穩定了 那語法詞彙並不是問題 很簡單 保證是一年內你可以講得非常的流利了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先從 發音比較簡單的部分開始 好 那我們先從一個 呃 說謝謝 越南話說 感恩 嗯 是不是很像中文 這台語的感恩嘛 對不對 我剛剛真的以為你在說 華語的就是感恩 你看你看你看 是不是很簡單 是 對不對 好那我再說另外一個 來 成功 成功 好 是不是成功 成功 成功就是成功嗎 對 欸 欸 這聽起來好像真的 就這個好像有點只是 呃 在腔調上面稍微轉一下這樣子 欸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那個 啊我還有舉一個例子 嗯 譬如說 越南話的那個 呃你猜看看這個什麼水果 嗯 帥 帥啊 呃 對了 很厲害真的 喔子雲你應該是也可以去學一下 越南話 沒有問題我們以後節目開場 我跟你說哈 其實越南話呢就是因為它是那個比較靠近台語啊 嗯 或者是廣東話啊 嗯 或者是華語這邊的發音 所以那個很多發音上是都可以猜得出來 是 欸所以只要說你的發音那堂課呢就是一開始的時間學的比較辛苦一點 後來就是很簡單的 嗯 語法很簡單 中文啊 台語我們都說那個 吃飽了沒 嗯 吃飽了沒 那越南話也是 我吃了 我吃了 就是吃飯了沒 哦 我吃了 所以語法上是簡單的 嗯 那因為講到那個越南語教學這個部分 第一個我要鼓勵大家就趕快學越南話嘛 嗯 就是現在是跟上那個台灣的啊 新南向政策嘛對不對 那現在是在很多國家都需要很多新住民的啊 或者是懂新住民語言的人才 嗯 那在越南那邊也需要很多台灣人 那也懂得那個越南語 然後就是懂得台灣的管理這個方式 可以過去那邊就是啊 啊 投資啊或者是那個啊 語言呢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交流的工作 嗯 對 那啊另外一個訊息我想說 那我們在成大這邊的越南研究中心呢 每年定期會舉辦兩次國際越南語認證 是 國際越南語認證現在是那個 每每年都舉辦兩次 嗯 就是春季跟秋季 嗯 那接下來就是5月19號是辦春季了 哦那快到了嘛 對快到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意願 那你們趕快可以就是報名 哦 了解 然後去考一下你的越南語認證 當然是我們歡迎的所有的人有對越南語的有自信 那你們都可以報名 不限制國籍 因為我們這個是國際的那個語言的能力的考試 是 所以我們像今年啊 去年啊 12月份 我們也有收 日本的香港跟新加坡的那個 考生來考 嗯嗯嗯 了解 那個越雄我剛剛忘了問你一句就是 對台灣的聽眾朋友可能比較實用 就是我愛你怎麼說 哦 N-U-M N-U-N 欸就直接像在念單字一樣嘛 N-U-N 對 N-U-N 啊 了解了解 那大家的聽眾朋友回去 或者是現在就可以趕快跟你轉頭 跟你身邊的人說這句話 但是不要趁亂告白 我本來是呼籲不要造成意外的紛爭 對 那今天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就是很遺憾啊 沒有辦法能夠跟月熊老師再多聊一些 那我也相信聽眾朋友 有學到很多不一樣的想法跟觀念 特別是越南話這一塊 那我最後要做一個呼籲 當大家都在學英文法文或者是日文的時候 你的市場是鴻海市場 可是你去學越南文或者是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語言 你的市場就是南海市場 未來是在找就業機會方面 絕對會有更多的很好的發展空間 那今天再次感謝我們月熊老師 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也祝我們的聽眾朋友能夠有一個平安的夜晚 至於生活二三四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空中再會 一會兒 一會兒 閉耳